今天呢把家里面这些新的东西往城里面开始搬了 然后一点点往城里开始搬吧 因为孩子快上学的时候还有家房 所以说没有东西也不行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些呢是那时候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买的 也都是新的也没打用 现在把东西都拿回来 放在这个厨房 今天进了一个这个啊 然后可以测价钱 一会儿就把这个家里面测一下 然后看看还有多少价钱呢 然后把这条也打了 就等着孩子开学做个呗的 现在呢先把这个主卧测一下 然后这个家里面也是关了一天一夜这个窗户了 然后可能测的要短一点 因为要孩子要上学了肯定家房呀啥的都得得住几天 所以说测一下心里面有点啊 这样呢我们住着也放心一点 但是还是得多开窗户嘛 因为多开窗户呢要比啥去假前的效果都要好 再等五分钟啊 然后看看这个结果啥样 五分钟已经到了啊 然后大家也帮我看一下 然后是这些数字 我也不懂啊 因为那个也是第一次量 再去别的屋里面测一下 可以撞到这个屋也测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是这么多 然后去客厅还有那个新鲜那个屋测一下 已经测完了啊 然后这个数字的上下都不差太多 这个那个垫已经打开了 现在这个热水一直都在得拉水 得拉这么多 但是这种烫水 里面的咋回来 对 小零号问一下 这幸好在这了啊 也可能就是说开垫了 然后太漏了 不开垫 因为没漏 但是下面漏的也不少 里面咋回来 咋回打电话问一下受够吧 这个呢是一个晾水的杯子 这种呢 然后呢 这个是烙饼的 电铃铛 然后后期的话 在这边可以烙饼 这里面有筷子 有刀 各种各样的 这案板也拿过来了 所以说家里面在 有一个电池 因为这个气还不能用呢 所以说当时肯定得用电池 不然哪个锅 就是现在呢 可以做饭 就是那时候买了筷子 这些东西呢 都挺好的 所以说也就拿过来用了 以前呢 就是说那个 新家里面不用旧的东西 但是也无所谓了 就是晚了买几个新的 或者说 家里面有现场的 也没有那么多讲究 现在呢 把这个绿椎削一下 两天没来了 绿椎的水都干了 每天呢就是 不是干点这个 就干点那个 然后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了 或者说 他还能夹全吃多少 多少呀 啥的我也不懂 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器做评论啊 然后到时候我也好有个参考 好 好